兄弟和妹子 我觉得你们的爱情 生得伟大 活得憋屈 老憋屈了 怎么会这么憋屈呢 在家没有话 在外笑哈哈 老婆孩子全不管 微信交友聊得欢 我觉得这种无话 这种冷漠 这种孤独 甚至有一点冷暴力 这个时间长了 你们两个人的身体健康 全都废掉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感觉 我感觉 兄弟你肯定是憋屈 有一些难言之隐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你的女人 甚至是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他们不太可能 给你带来什么快乐了 所以你在家外面 寻找乐子 在整个婚姻过程当中 其实最高境界 就是三个字嘛 就是聊得来嘛 对不对 你在整个遭受到家庭里 遭受到这份孤独 其实 其实孤独是什么 一个人的孤独 根本不可怕 当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依然能感觉到孤独 这个才是可怕的 所以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 聊得来是 婚姻能够幸福长久的秘诀 那具体你们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图老师 看得比我更清楚 好吗 好 赶快解决 谢谢 谢谢宇东 谢谢 来 图老师 好 其实我也看不清楚 我也挺迷惑的 其实有的时候 语言并不是丰富了我们的表达 而恰恰是限制了我们的表达 有很多事情 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 其实今天真正的问题 不是不说话的问题 而是没有反应的问题 很多事情 他说 他怕说了之后惹你生气 他其实可以不说 比如说尴尬的搓搓双手 比如说满脸堆笑的点点头 这都是一种妥协的方式 也可以不惹事 不会引起争吵 但是偏偏他连这个都没有 这就是问题 不说话没有关系 很多不会来事的男人 不会跟女人甜言蜜语 都不会说话 但他们想要平息家庭的矛盾的方式 就是用平平点头 按老婆的话认真去做就可以 这不会惹起麻烦 所以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是撒谎 他说因为你年纪小 他怕在某些方面不认同 引起彼此的纷争 你完全可以照做就可以了 你没必要说话 但是就现在为止而言 我认为他没有反应的主要表现 是因为钱 因为我看到 其实至少有三点 是因为钱的问题 你在微信当中发红包 他秒收 他秒收的原因 不是因为缺钱花 或者是说一定要挪为己有 而是因为怕你乱花 所以他先收着 第二 你给孩子买被子 他不买 把钱给自己花 其实你听到的所有的矛盾 只有钱的问题 他反反复复说你乱花钱 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 他总体的 对于你的不满 就来源于对于家庭经济开支的问题 他一方面又想宠着这个女人 他认为她漂亮 然后呢 又心疼她出去打工 但另外一方面 对于你持家 它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所以采取这种回避 而沉默的态度 这是我所了解到 其他的我看不到 但我想说的是 你可以不说话 但是如果你长此一往下去 老婆总有一天是别人 到那个时候你不想说话 你也得说话 到那个时候是人才两空哦 所以你想想 你不说话没关系 其你对于事物有反应 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爱人的尊重 如果爱人说任何话 都是对牛弹琴的话 这种日子总有一天 把你的老婆逼到别人的怀抱里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